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8月19号周三 美股刚开盘 现在是10点38分 美东纽约1小时08分 今天早上来晚了 对吧 直播来晚了 因为早上有个公开课 美股期权早班车 也是美股期权终极班的内容 今天讲了关于期权异动的一些相关策略 其实之前这个我们在学院的 很早期的关于期权的培训里面 一直都有讲过的 大家如果之前已经上过这个课了 就没必要再去看了 但如果说刚接触期权 对期权异动 可能各方面还不太了解的 我觉得有必要再去看一看 有必要再去看一看 好 一会会放在YouTube上面 大家可以去看 以后我们也会整理好之后 放在官网 作为我们自己的资源 大家学员可以去看 还是来看一看 今天大盘什么情况 大盘依然还是在一个高位的窄震荡 没有什么特别的 然后今天比较特别的是TD的数据终于恢复了 从Vault ADDTIC来看的话 内部指标 今天科技是走平的 Vault 这个买卖量是平的 然后非科技类的今天比较强一点点 稍微的有点资金在流入非科技 也就是传统的板块 像什么银行房地产 航空公司 交通货运物流这些 比较偏传统的板块 没有什么太特别性感 没有什么特别成长性的东西 但属于是托盘的 对吧 属于是市场资金轮转 或牛市板块轮转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知道 如果市场要往更高位置走 我们还是少不了成长科技的带动 更性感的一些玩意儿带动 那目前成长科技是在休息 然后老套路 非科技类的传统类的板块 资金轮转进来 然后有些托盘 撑着盘面的这样一个感觉 但是想要大盘走向更高 我觉得单靠传统板块 是完完全全不够的 虽然银行属于第二大马车 权重也够大 但是银行 除非银行暴涨 目前我是看不到这样的一个暴涨的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我觉得传统板块更多还是一个托盘 还是需要成长板块 科技板块的带动 因为传统板块受疫情经济的影响太大 太大了 你看很多零售店不开门 那直接影响商业地产 那商业地产直接又跟银行有影响 那很多人不能出门 不能去旅游 那对于旅游公司 航运 货运 空运 这些各种运输类的 能源需求 这个需耗很大的 直接影响能源公司 能源公司又直接跟银行又挂钩的 因为房地产能源等传统板块 跟银行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的 因为他们都属于是capital intensive 用钱去砸钱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如果有些公司现金周转不来 对吧 或银行有一些坏账 甚至有些到时候破产了 银行收不回钱的 那对银行来说是很大很负面的影响 所以为什么传统板块在这一波过程当中 更多还是一个助长或者说托盘 撑盘面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当有点累了对吧 科技有点累了 给科技垫一下脚这样子的感觉 让科技可以这个休息一下之后 往更高的位置踩 往更高位置跳 所以我觉得目前还是老套路 没有什么变化 大盘也看不出来马上要跌 但如果日内冲高一点点 可能会有回落 那也是见好就收 所以我觉得大盘这边没有什么特别好的 值得去操作的地方 更多可能还是局限于在个股的 这个资金流上面的一些变化可能比较明显 包括一些 Fanstar里面的动能比较强的 Amazon还有特斯拉 还有白银黄金对吧 等金属类的 还有最近我们讲到的比特币 这些品种可能短期的交易机会 我们看到是更明显更明确一些的 大盘没什么好讲的 昨天基本上讲的差不多了 周期图 日图四小时周期都跑到上面来了 但是蜡烛图来看虽然说四小时跟日图 动能放缓或是高位有顶背离的迹象 超买的迹象 但依然就是没有要跌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依然是向3400这个位置有引力式的漂浮着 那不知道到3400是否还会有更剧烈的反应呢 目前来看还是偏稳的一个高位震荡向上飘 向上爬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原油这边也是一样的实际层层的 还是在一个区间里面 而且比大盘的振幅区间要更小一些 刚刚有这个原油库存数据还不错 对吧 今天传统板块也还行 原油也带起来了一点点 总体来说原油这边还是缺乏一些 很好的交易的波动的机会 没有波动就没有机会 对吧 除非你是卖期权的 那你就是吃这个波动的 那如果说你是要做方向性的 看涨看跌的 那你还是需要有波动 没有波动就没有机会 原油计案还是关注着 原油线性指标 最近我们也可以看看 有几天没有给大家分享 这个原油线性指标的这个 TD上的数据了 原油线性指标最近是冲高回落 但还是在一个原湖上行的过程当中 所以这边原油近期 还是有原油线性指标的支撑 然后另外科技指数的话 我们看到科技FANSTART指数 继续爬高 对吧 今天早上出现一个高点 然后反转下来 现在又慢慢的又往上蹭了 所以很多科技股 今天早上是有一个冲高回落的 一个DIP 然后突然又下来 然后又上去了 所以感觉科技这边休息一下之后 马上又顶上了 马上又顶上了 但如果科技跟传统板块同时涨 我觉得大盘还有空间向上 要不然的话 这边更多还是在高位 蹭蹭不进去的感觉 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市场内部指标 刚刚我们也看了VALT的ADT 科技今天的VALT评 非科技的稍微强一点的日元 美元 美日澳日日元这边下来了 美日这边上上反弹 澳日这边依然很强 说明金属行情也是 继续有后续的机会的 那说到金属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讲到的一些金属 铜继续向上 对吧 铜我昨天是推荐了 白银跟黄金 我们继续做Pair Trade 其他的金属 大家感兴趣都还可以关注 我们可以后续讨论农产品这边很强 中美关系或者说整个通胀的大需求 商品大众商品的这个行情还是在的 那美元还是在一个下降的一个周期当中 那今天我们看到 这个黄金 终于是跌下来了 终于是跌下来了 那我们这边是恰好 也不能说恰好 其实我们都是在预计之内的 对吧 做空黄金的仓位 这里我们是有 10个 10个黄金合约 10个受空黄金的合约 那这边其实我更多还是什么 对冲我手中白银的仓位 当然我也有看空黄金的意思在这里面 但我更多还是觉得黄金这边 是以白银的pair trade的形式出现的 我可能觉得黄金成长空间没有白银高 所以我是做一个pair trade 其实这段时间我们每天都在讲 对吧 每天都在讲了 那白银日途周期四条周期的下面 继续找机会 long silver long silver 当然越低越好了 越低越好 那我觉得白银跟黄金 还是有同个方向的这样的一个意思的 那这边ABC完成 这边ABC完成 那这边是否会将会开启一个向下的 一个ABC呢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 有可能 然后同时我们再看这边 日途的话 也是非常有可能的走这样的一个 ABC向下 那白银可能还有更好的机会去捞 如果说你不能做pair trade 或不理解 甚至不想去做pair trade 没有时间精力去做pair trade的话 我觉得没问题 你就等机会去捞白银就好了 还是一样的 等机会去捞白银 那接下来跌下来这一腿 我觉得白银会有很好的buy dip的机会 另外的话呢 黄金 依然 如果说你要纯做空黄金 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 当然我更希望还是不要有太强方向的指引 做一个差价或做一个差价的套利配对交易 对吧 pair trade 那如果说你真的是要做空 选择一个品种去做空 黄金白银 二选一的话 那我觉得你还是做空黄金 然后你真的要选择一个品种去做多的话 那你还是做多白银吧 对吧 如果你真的只能做一个品种或只想做一个品种 那我只能给这样的建议 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有能力的 还是往pair trade这边去靠 这个pair trade很稳 因为最终的一个效果是怎么样的 最终我们希望的效果是白银相对比黄金要强 然后控制好我们这个long跟short的比例 那我们就可以达到稳定的盈利 甚至还可以利用期货的杠杆 有很好的回报 那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我们这个pair trade 做的还是很好的 白银也有赚钱 做空黄金也有赚钱 有时候做空黄金可能还赚的多一点点 因为做空黄金我们随着黄金往上走 可能会不断的加空 对吧 那白银这边也是做好这个 我们可以拿更长远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那现在黄金下来一点点了 我们也不需要再有这么多的做空仓位了 我们可以买回来五个 买回来五个 然后呢保留五个 他如果再下来我再减 最后可能讲到降到三个 或者说是两个 甚至最后可能达到1比1的这样一个关系 然后直到白银可能下来之后 如果白银到更低的位置了 如果能跌到252624 那我可能会考虑加仓 那如果说没跌到下去的话 就反弹回来的话 那看看接下来我们会不会再调整一下 黄金跟白银的这样的一个持仓比例 一个是short 对吧 一个是long 那这是黄金白银的pair trade 我们基本上每天每天都在讲 如果有一路跟踪过来的同学 应该是非常明确了 非常明确了 我们再讲一讲对吧 那最近可能白银做多有赚钱 但可能更多的钱是来自于黄金做空来的 更多于是来自黄金做空来的 那大家再看一下这个蜡烛图上的点位吧 如果这边走ABC的话 白银其实会有更低的位置到22 或者是24以下 对吧 之前的这个23块钱的低点 可能还要再破一下 走个ABC 那黄金也是一样的道理 黄金也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说到黄金白银 我们还不得不说的就是美元 美元又要来讲了 万恶的美元 美元今天终于反弹了一点点 我们看其实这个日图来看 是非常小的baby step 但是五分钟图可以看到 这一个圆弧起来 或是一个平台起来 非常的凶狠 美元如果是这样动的话 那黄金白银是很痛苦的 包括比特币 包括其他的一些资产 我们看到瞬间就是 吵下来了 对吧 瞬间就吵下来了 那大盘最近对美元的影响 我们看到还是比较 大盘跟美元的关系 还是比较小的 对吧 但美元更多还是对黄金白银 比特币影响会比较大一些 那看看这边是否 真的是完成了一个最终的下跌 开启反弹 开启反转 还是说这边还有一腿向下 那接下来将会决定 白银黄金的命运 那我觉得美元 如果说不是已经跌完了 那很有可能就已经是在最后一腿下跌的过程当中了 所以美元这边随时可能会反转 所以要小心 黄金白银比特币近期会有更大的波动 会有更大的波动 那是否会对大盘也会有影响呢 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 因为大盘我们觉得影响的指标或影响的因素会更多一些 不像黄金白银 比特币可能更多依靠短期美元的波动 对吧 当然它也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在影响 那大盘我觉得影响的因素可能更多 更全面一些 不仅仅单单是看美元这么简单 好 那这是几大交易品种 我们大概讲一讲 那今天的话呢 仓位上也没什么特别好更新的 因为最近我们仓位都比较的轻 都比较的轻 而且最近我们也是希望能找到个别的机会吧 去跟踪一些资金流上的一些异动的机会 最近黑马群是有加入一些新的仓位 然后石盘群也是有加入一些新的仓位 比方说斗鱼 这也是加入到我们目前石盘群的仓位里面来了 这是昨天的新的仓位 然后最近我也在关注一些动能的逼空类的股票 像这个Camping World 这只也是很好的 这个昨天本来想喊大家买的 在35块钱附近 今天早上pop上来 5个percent 8个percent 但犹豫了一下 没有喊大家买 那石盘群最近还是以一些短波段为主 但同时我们也做好了 接下来大盘随时可能会有回调 我们随时可能需要什么 加入对冲 或者是随时可能需要清仓 这是反手做空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然后石盘群跟黑马还有ATOM 还有最近又加入一个新的IPO 私信IPO Rocket Mortgage 这个是互联网金融类的一个股票 今天早上pop起来又下来一点点 对吧 但这个IPO我还是蛮喜欢的 这样的一个IPO 冲高回落做了一个平台 又再次起来 那目标可以跑到前高 或是前面的一些主力位置 看看有没有机会 那只估值来说 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一支IPO 做这个金这个地产金融 房屋保险房屋贷款的 他更多是以科技作为导向成长性的 一支传统的业务 然后还有一支5G股票 INSG 对吧 这目前都是示范群的仓位 那黑马群的话 也有个别的仓位表现也还不错 那我们也都是选股偏向于靠5G这边 RESN这支也是最近这个昨天盘前涨到4块钱的 但是如果没来得及出没问题啊 目前也是赚钱的 可以再拿一拿 还有一支是NWK 这支已经7块钱买先跑到9块多了 继续拿的 只要大盘没什么问题 我们会继续拿一拿 尝试看能不能有更高的利润空间 但如果大盘突然的转向 我们也会随时的跑 也会随时的跑 中长性的仓位 我觉得还是等大盘这边二浪回调之后到位 我们可能再会添加更多的仓位 目前中长性的仓位没有什么改变 还是老样子 有特别好回报的 我建议30%以上的出一半或全部出完都可以 目前我们这边有很好回报 30%以上的有好几只股票 Calaway Golf 还有VVNT 还有MaxR 这些都是最近非常抢眼的 这几个月表现都不错的一些股票 这些股票如果有30%的回报了 可以全部出掉 或是出掉至少一半 然后保留一些没没涨的 对吧 包括我们这个UVXY 最近UVXY相对于大盘开始有一些跌不太动了 昨天我们还在说的UVXY可能最低跌到10块钱 也就是3月份的低点在10块钱 对吧 然后潜在它可以有很高的空间去到两位数都可以 去到三位数都可以 那之前UVXY也是在两位数的时候跑到了接近1000块钱 对吧 这个很猛 现在已经退市了 那最近我们也看看BVXY 这边相对于大盘开始有点起色了 相对大盘有点起色 这个波动指数开始有点起来了 有点偏离了最近的低点了 不断出现更高的低点的感觉 这里其实要小心了 包括VIXY也是 说明市场接下来有点波动的这个预期了 也就是市场现在开始有些风险了 开始有些风险了 如果市场开始有风险有波动的话 我觉得期权的仓位 我们也需要考虑VXX 目前还没有看到太多的骚动跟异动 因为VXY这个还是耗损性比较强的一个ETF 除非大盘大跌 如果大盘是不跌 但也不涨的话 就是大涨或者说不跌不涨的话 那VIX这个其实是不断向下耗损的这样的一个ETF 而且现在目前整个VIX 还是处于在contango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 所以还是有很大的耗损 就是后月的期权 后月的期货 VIX期货比前月的要高 所以就contango不断的往这个VIX 像VIX一些它的这些指数 这些ETF 都是不断的去往前 是从前一个月的期权 前一个月的期货的仓位转到后一个月的 所以它不断的在买后一个月更贵的期权 或期货的情况下 这边是会有很大的耗损的 所以我们看到9月到10月 目前这个VIX还是在一个不良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当中的 就是不断的会有contango的这样的一个耗损 到10月份以后可能才会出现backredation 也就是说可能更利于VIX成长性或者说大盘 可能会有更大的风险的时候 VIX会标的更猛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之前我们也讲过关于VIX Future的这样的一个term structure 同时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VXX这个ETF 它的这个官网 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对吧 它的官网上面也有写VXX 它跟踪的是什么 两个月的VIX的期货 当月的还有下一个月的 它会从当月的不断的转向什么 下一个月的 你可以看它的index的component 已经从8月份的转到全部转到10月份了 接下来8月份到期之后 它会从10月9月份的减到10月份的 从9月份转到10月份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看到9月份转到10月份的过程当中 还是在一个contango过程当中 所以这个还是要小心 这个还是要小心 所以VIX暂时来说 我觉得不需要说囤积太大的仓位 尤其是VIX的期权 本身就有耗损 加上期权更有时间的耗损 我觉得暂时来说先不急 但是VIX的这些ETF UBXY这些1.5倍的 我觉得有耗损的耗损 完全可以接受的情况下 还是可以先囤积一点点 包括有同学在群里面 一直说定投 对吧 跟着院长这个定投 反正最终这个ETF 可能会往更高的位置走的 我觉得控制好仓位就可以吧 不要超过10% 当然如果最后跌起来的时候 你再加仓 对吧 加到20% 或者是短线 可以有更高的仓位 但是也是要什么 灵活的滚动操作 见好就收 因为大盘可能就 递逼下就回来了 但我觉得最终 可能大盘还是会有一跌的 昨天我们也说了 这个QQQ的期权 那今天我们看到也是入住了 昨天有几个比较大的 一个是Amazon的 10月16号的3,115的这个call 价值接近10个million 1000万的 这个大哥也是入住进来了 当然这个一张期权200多 也就是一张期权要2万多 这个没法跟 这属于是价内期权了 3,150的 open interest 今天早上可以看到是有增加 那这个是原来open interest 可能这个1000多张 现在是2000多张 一张期权是200多块钱 也就是2万块钱一张的期权 没法跟对吧 但是其实也大哥也告诉你了 下一次Amazon财报之前 还会有预跑 还会有预跑 那可能市场会有一个短回调 或市场可能就不回调 直接就撑到下一次财报季 也就是9月底10月初 这些科技财报可能再来一波预跑 也说不定 也说不定 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际上 还是比较难以把握的 但是我们看到资金流上 还是有一些青睐的 同时我们看到有些矛盾的地方 就是昨天也说了QQQ 有很大的期权移动 昨天我们说的是270的明年6月底的 也就是6月的季度期权 是有比较大的看跌的异动 而且这个金额是非常大的10个million 但昨天也有同学举出说 除了270的stry以外 270的put以外 明年6月份的21年6月30号的 还有245的对吧 今天也是入住了 还有250的也是入住了 然后还有270也是入住了 所以这个好几个stry好几个stry 然后我昨天稍微看了一下 我今天稍微看了一下 昨天我以为这个275跟250之间是一个pull spread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就是买200我看这边是买275 然后卖了250的这样的一个call 250的这样的一个pull 做了一个pull spread价值8块钱 那如果说3000多张的话 那就200多万 还好不是非常的多 原来昨天我说的话是10个million 也就是1000万 如果1000万去对冲看跌的话 那如果按照期权杠杆100倍来算的话 那他这边应该是至少有1000万1亿10亿的资产 也就是one billion的股票资产可能需要对冲 那这个我觉得以这样的体量来说 昨天我就猜测是索罗斯对吧 那这个很明显是索罗斯的这样的一个手笔 但是看到今天open interest的变化来看的话 很有可能啊240、250、270这些都是入注的 这些都是入注的 所以这些入注进来说明可能比昨天还要更恐怖的对冲 可能比昨天还要更恐怖的对冲 那这个在QQQ上我们是看到了 那这个是应该是这段时间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QQQ的put啊 当然每当看到QQQput出来之后 不一定马上立即当下就会大跌的 我觉得不一定的啊 这个很有可能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而且这个是6月份的 明年6月份的 当中这里还有大概一年的时间 anything is possible anything could happen right so我只能说人币有一死 大盘币有一跌 但是什么时候跌怎么跌 I don't know yet 但是大家一定要watch out below watch out 小心谨慎对待 甚至说这个这个高位啊 你要追空的话 追多的话要非常非常小心 当然你要做空的话 现在也没有明确的信号 但是要随时做好准备 随时做好准备 那就是QQQ上面的异动 今天TD上面的数据 虽然有数据 但是还是很慢啊 所以这边我们还是只能用这个 Market Kameleon的数据来替代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昨天 6月21号这里 6月21号open interest有增加7000多张 对吧 6月6月30号不好意思 21年6月30号增加期权的张 然后更多是来自于刚刚我说的那几个open interest 对吧 的增加啊 这个在QQQ的这个open interest 还有这个期权链上是可以看得到的 activity 今天的话好像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大的单了 暂时没看到啊 暂时没看到 我看这边 open interest expiration 2-day change 5-day change percentage OK 21这里 21年6月份这里 6月这里 open interest 就是增加了7000多张对吧 这个也是上榜了 也是上榜了 算是比较大的移动了 然后在option chain上面 也可以看得到open interest的变化啊 由于td现在数据不太好 那我们就只能来到这上面看 2-2看这边选日期的话 我们要选 open interest 不是这个 key trade 不是这个 option chain 抱歉我对这个不是非常熟悉 我还是比较熟悉这个td的界面啊 然后这边6月30号 这里点6月30号 进来之后 就可以看到这个put 270的put这里啊 volume open interest 这里看不到 是不是要选出来就行 open interest ok open interest 这里可以看到啊 volume 今天这都没有什么volume的 对吧 但是open interest 可以看到 昨天是零的 这里有增加270 250 3900 然后这3880 这里应该都是3888 3888 3888 所以昨天有大哥是买了27的还有255的245的都是3888 这个3888 这个3888 应该就是索罗斯了啊 这个喜欢888的对吧 索罗斯这个对香港对亚洲还是很了解的啊 知道888这个数字是个好一头对吧 之前做空英镑做空香港做空亚洲的就是他了啊 现在又搞这个科技股了啊 他可能觉得跌起来的时候科技股是不是跌的多一点点 还是说他可能手中有很多科技需要对冲啊 但我觉得大哥们他们这个做空啊 或是买看空的这个期权 一般来说都不是纯做空的啊 都是手中有仓位 然后进行对冲的 但是为什么要买这么大的金额去对冲呢 那肯定有他的理由了啊 肯定有他的理由了 所以他小心一点就好了啊 小心点就好了 888666777 这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数字 平时我挂单我也会挂888666777的 这当我没有特别好的数字的时候 我就可能会挂9988866677 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新闻 所以我非常理解他的心理啊 我非常理解他的心理啊 所以这是一个 然后另外白银也有一些单子 但是白银昨天是有call也有put 但白银这边看到的更大的是一个put单 更大的是一个put单 那也是接近10个million的单 好大啊 这个市场在高位啊 大哥们都开始进行调仓了 虽然说表面上看上去 每天市场比较平稳安静的 对吧 一片祥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背后其实是波涛汹涌的啊 白银昨天也有11月份的27的put 这个刚刚已经是看到已经是入住了 刚刚在直播开卖之前 这里是10月份27的put 昨天是2000多张 现在是变成29000张了啊 那这个是直接入住进来 那这个是昨天是3块多的 那如果接近3万张的话 那就接近10个million 接近1000万的金额 白银的put 那说明有大哥有非常多的重金属 啊贵金属的仓位 尤其是白银的仓位 然后现在需要买 1000万的白银的put进行对冲 那是否意味着说 大哥已经做好了 接下来各大资产品种价格会回落 因为美元会有回暖的 这样的一个迹象呢 我觉得大哥已经做好了 这样的一个准备了啊 其实我们从上周开始 就一直在讲这个共振的原理 对吧 美元跟其他资产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美元一直下跌 所有资产价格一直在上涨 直到最近大盘原油 开始走自己独立行情 然后黄金白银跟美元的关系 特别的明显 包括比特币啊 所以是否接下来还会有共振 甚至说共振完之后 再出现分化呢 因为美元的原因 慢慢站稳了 黄金白银比特币承压 包括大盘原油 可能接下来会不会也会受到 这个美元的反弹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力呢 导致资产泡沫或资产价格会有所回落 这个我觉得大哥们已经准备好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QQQ的put 还有白银的put 这都是上千万级别的 这都不是开玩笑的 这都不是开玩笑的 如果你平时说几十万 这些可能小打小闹 但也算是异动 对吧 但如果说这种上百万上千万的 一下手就这么重的 一下手就这么狠的 这些我觉得还是要特别特别小心 特别特别小心 好 那就是今天早上我想分享的一些内容 我觉得大家还是控制好手中的仓位 多拿现金 如果没有特别好的机会 等待到时候 我有特别好的机会再喊大家 好不好 今天柯达又骚动了 但这个更多是一个短线炒作 我觉得柯达现在目前的他的这个估值 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之间 对吧 10块钱左右 我觉得是他的合理的估值了 原来可能在几块钱 有炒作的空间 但是现在我觉得他就是值这个价格 如果说他要再次被炒作的话 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了 或者说更多的新闻动能或异动方面 这些东西了 而且他现在可能有点官司缠身 这个PGNY这个之前我们有讲过 黑马在石盘都有讲过 这只是属于潜伏的股票 做代孕的人工暖 人工什么暖潮 人工受精这种代孕的 这个我觉得还是蛮新颖的一个业务 而且又是赚钱盈利的公司 成长性也很强 可能未来也是有更多的需求的一个 新兴的比较偏门的一个行业 但是虽然大家平时可能关注比较少 但像这样的公司 我觉得还是比较特殊的 一个存在特殊的一个选股 所以这个之前我推荐之后 就是建议大家就是买的潜伏 今天花旗给了32的买入评级 更高的价格 然后直接就啪一步到位 到了花旗的这个给的这个评级价格 不错 那我觉得这里可以见好就收了 对吧可以见好就收了 对长岛这边已经感觉要暴雨的感觉了 这个天气有所变化 那感觉这个外边的世界是在 这个乌云密布 变化莫测 但是感觉大盘表面是比较平静的 对吧 但背后其实折不然 对吧 科技有点翻证的意思 对今天科技几个权重股还是很强的 但是更多还是在昨天或是这几天的一个区间里面震来震去 刚刚科技指数又创了一个高点又下来了 对吧 感觉要卖股票买比特币 比特币我觉得可以配置一点点对吧 大哥很多大哥都是1%甚至5%的不到的这样的一个配置比例 当然你如果是很有钱很有钱的 对吧 我觉得你配置一点点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如果说你是没这么多资金流动的话 我觉得没必要对吧 有更好的机会可以把握 当然你觉得数字货币是更好的机会 像我昨天认为的 我说这么大的一个品种 如果说能有像他的这样的一个回报 他基本上整个数字货币的市值相当于说是一个苹果或半个苹果 比特币相当于是半个苹果 整个数字货币的市值相当于说是一个苹果公司 那如果说这么大的体量 他能够在今年有这么好的回报 甚至年底可能还会有翻倍的预期的话 那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品种非常值得关注 这么大的品种 还有这么大的回报的预期 那说明这里面会有很多的机会在这里面 所以你认为有炒作机会的话 对吧 欢迎加入我们的blockchain game 只要是学员都可以免费加入我们的区块链帮 一起投资数字货币投资区块链 还有就是这个novision cruiser 这也是中长线的仓位 目前也是持有传统板块 可能还是需要真的需要这个 需要这个能源 或是需要这个疫苗起来 才可能会有更好的预期 FMC今天有O派会议 还有FMC meeting OK 所以原油价格刚刚原油数据也是有些影响 O派会议好像没什么太强的预期 我记得 然后今天有FMC meeting 两点钟以后吧 应该是今天鲍威尔会不会讲话呢 如果鲍威尔讲话的话 可能对市场还是会有些影响 刚刚pinterest还有ostk 这个属于是动能 短线的期权 说不定可以跟进啊 除此以外的话好像没什么特别的 中美航班好像恢复多了一倍 有吗 没收到这样的消息 我每天好像也在关注啊 因为这边也是很多人想要回国的 对吧 很多人想回国的 我也想回去一次啊 QQQ会不会做事商自己买卖吸引大家入场 你这不搞笑吗 下一次占星变盘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那就是22、23 也就是本周的周五周末的时间了 就在这周吧 之前这个给了时机啊 占星占卜变盘的时间就是在这周 18号到20、23 就是这周周末 那就是21号或者下周一周二吧 反正这一周吧 从17号一路到下周啊 就是整个8月的中下旬 这就是潜在的变盘时间了啊 那我觉得到8月中下旬 如果变盘的话属于是正常时间 当然如果说到9月初再变 也不是不可能的啊 那之前我这边也说了 8月份是季节性弱势开始的一个月 同时大选前 大盘可能更喜欢涨到9月份10月份再跌啊 那尤其是在大选前的Summer的Seasonality 有些不太一样 昨天我在十班军也发了 如果没有大选的话 每年可能到8、9月份开始会有弱势 如果有大选的话 可能这个弱势会有所推后 因为大家对大选的预期可能比较高一些 高盛买入1万billion的资产 对冲需要 可以完全可以 但做事商通常它是不会有任何的方向性的风险 他只是做流动性 割韭菜 但是他不会说是 不会说是做这种低级的这种割韭菜的行为 他会看哪一边天平 对像这位同学说的天平哪一边 韭菜多 他就收割哪一边 所以做事商经常会把这个期权啊 这个价格到到期日的时候 拼在某一个价格 这个价格会有什么 最大疼痛 max pain 其实最多的韭菜或最多的人合约归零的这样的一个时候 但大家不要想太多 对吧 其实做事商它就是增加市场流动性 和没有任何风险的Delta neutral的这样的一个 做波动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他就希望市场波动起来 但是他没有任何的方向 无论涨跌对他来说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他都是做好百分之百的对冲的 就是当你买 像他买期权 他卖一个期权给你 他又马上会转头去做股票 然后对冲好他所中卖期权的这个仓位的风险 所以做事商根本就不担心任何一方向的波动 当然单方向的剧烈的波动出现黑天鹅的事件的话 做事商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 也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当然这个可能是要08年00年那样的时候才会发生的 对吧 或者16年当时好像也出现过 12年16年14年好像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但是都是小事 对吧 这些他们都会有相应的风险机制会对去去应对的 不管我们什么事 但平时像这样的波动的话 基本上做事商来说是稳赚不赔的 他就是赚差价 对吧 做波动 稳赚不赔的 黄金下来好多 正常大盘还在闷骚 想买一些长线股票方的推出账号 那要等 等回调之后看有没有机会了 这周适适合买VIXCore吗 我觉得如果下周一大盘还没跌的话 可以买一点 如果要周五买的话 我觉得周四周五买 刚好又有一个周末 如果周末不跌的话 周四周五买的期权可能又会有耗损 所以这个就是纠结之处了 你要不要周四周五或今天买 周三周四买完之后 你要过一个周末 如果周末不大跌 大盘还往上蹭的话 你的期权又会有耗损 所以我觉得如果下周大盘还不跌 还在往上蹭 那你可以累积一点VIXCore VIXC本身就有耗损 加上期权又有耗损 双重耗损 这个要慎重慎重慎重 今年二月份三月份 周四商有没有亏钱 周四商都是做好完全的对冲的 不可能亏钱的 不可能亏钱的 周四商怎么可能亏钱呢 你告诉我 他在做的同时 就已经把所有风险都已经给规避了 他只做波动只赚差价 只做VOTILITY 所以周四商期权上面经常会有人说 这个期权哪来的 怎么这么大的成交量 你要买期权 为什么会有期权平白 无故出现 做事商就像房地产建商 楼盘商是一样的 你要买房子 你要签合约 你签了合约 他就这么多套房子在这里 当然他可以无限的去建 但他背后有银行做担保 他的风险可以完全的控制好 当然这个可能比喻不是非常恰当 但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对吧就是你要去买房子签合约 你要多少套房子他都有 但他背后都有很好的对冲 他卖给你 但这个房子你最终可以要 但是你就要花钱去买 当然也可以不要卖给别人 把这个合约 就像是期权合约是一样的 对吧 你背后是一个房子 然后这个合同就是一个合约 对吧 然后但做事商是完完全全做好了 所有的对冲的准备 房价涨低对他来说没关系 无所谓 这个手中你这个合约值多少钱 对他来说没关系 他是做定价 他从事赚取差价 但他跟方向没有任何关系 你这个期权最后卖给了谁 或值多少钱对他来说 没有什么影响 但他最终是希望什么 希望手中的合约全部都归零 对他来说就是最好的了 做装怎么可能会亏呢 是吧 当然这个大家去思考一下 可能比较绕 但是大家思考一下就明白了 网上也可以搜一下 关于option market maker 做事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文章 中文的也好 英文也好 视频也好 可以进行补充一下 好吧 这个我觉得理解之后 能帮助你平时这个期权交易 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 好 那我们看到黄金白银 这边这个品种波动 已经开始剧烈起来了 但大盘基本上还是闷骚 这位同学说的很准确 真的就是闷骚 传统板块撑着 科技板块在慢慢的修复 在慢慢的修复 还是老套路老样子 那直到哪一天这个套路改变了 那可能就是真正开始变盘的时候了 暂时我觉得变盘 还不好说 但是接下来有一个时间节点 就是八月的中下旬 就是这周周末以及下周 这些其实都是还在变盘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当中 那些我们在刚进入八月中旬 下旬才刚刚开始 那我们看看拭目以待 八月底九月初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那感觉这边有一点点在做顶的意思了 但是大盘没有任何要下跌做空的信号 但是各大品种之间 其实我们看到是比较剧烈的震荡 有共振也有脱离共振 或者说有共振跟美元共振的 也有跟美元不共振的 但是否最终美元大爆发之后 会把所有的品种都拉下来呢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每天盯着美元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预想了 对吧 一个预想了 那美元是否会出现像这种上涨 当然我觉得比较有点难 有点难 除非真的出现什么黑天鹅的事件 这个美元的流动性急剧的枯萎 然后需要美元 然后把美元给拉起来 我觉得目前这个市场上流动性还是很强的 对吧 美联储不断的有帮助 同时美元我们看到这边还是 基本上一个不值钱的一个状态 相对于说前面美元在较高位来说 这边美元已经下了10%了 一个国家的货币 在短期半年内不到跌了10% 那这个是肯定是人为的 对吧 这不是市场的行为 当然市场有在里面进行一些 这个有些机制上的一些 帮助但更多还是人为的 因为什么美联储还有政府的刺激 那就是川普了和鲍威尔了 就这两个人了 如果真的要怪的话就怪这两个人吧 对吧 当然这两个人也不一定是责怪 也帮助资产价格起来了 但是后面的代价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 那我只能说你如果你在三个月前 你有100万 你现在还有100万美金的话 那你这个钱已经不如三个月以前了 因为实际上已经缩水了10% 那如果说你在这三个月过程当中 你又赚了20% 因为市场这边最近很好 那你还是赚了 但如果说你100万还是100万的话 那实际上你是亏了10% 或者说你这个钱没有达到10%的回报的话 那你还是亏了 所以为什么要去追寻回报呢 为什么资产价格起来了呢 其实跟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 资金钱疯狂的去买各类的资产品种 那是否到了一个头了呢 美元是否要转角了呢 时间是否也会该到了呢 那我们拭目以待 好吧 我们明天早上找完直播 我们再见 And stay powerful Bye Bye